姬童重回命案現場 拿著毛筆在牆壁上 寫下 陳 李 兩個姓氏 暗示凶手 不是姓陳 就是姓李 翠姓少女的家 就在北港朝天宮旁邊 遠景採集證據時意外發現 朝天宮的紅色地磚 只有靠近死者家後門 轉成黑色 鄰居議論紛紛 指出冤氣很重 而警方從15年前 就發現這起命案 疑點重重 這個案件最關鍵的就是他媽媽 他的親人沒有講實在話 一直給我們 從第一份筆錄開始 一直給我們誤導 那個在三秒之內 而且你忽然間看到 一個歹毒跑出去 你就不可能再端等不到 三秒之內 你可以把一個兇手 他穿什麼衣服 握什麼刀 穿什麼球鞋 背包顏色 那是不可能 因為當時那個燈光是很昏暗 沒有酒精 沒有磷藥 沒有毒品 都沒有話 那應該是屬於清醒 167公分的崔姓少女 是運動近將 但是她的雙手 雙腳 嘴巴 都被膠帶捆綁 膠帶的痕跡 卻是平整的 警方懷疑有可能是熟人 逼迫她就範 小女的母親因為欠債 一家人搬來雲林北港 躲債才一個月 再加上現場沒有任何打鬥痕跡 門窗也沒有被破壞 除了親人有嫌疑 鄰居更點出 小女的母親疑似外遇有小王 專辦懸案的遠景陳恒鎮 曾經跑到崔家仁開設的宮廟 請示這個案子是否跟親人有關 當下支出三個聖筊 明明之中的力量 再加上種種疑點 讓這一件殘疾十五年的懸案 出現曙光 記者林中文 梁文斌雲林 採訪不到